上當了 跟著房東一起上樓 走進出租套房 廚房 家具樣樣俱全 大學生租屋即到來 在嘉義卻傳出 有學生碰上租屋詐騙 租金很便宜 然後帶你去看之後發現 他沒有對外窗 然後很像監獄的房 對 就覺得有點可怕 先說要付一些 保證警察能看房 覺得這樣子很不符合邏輯 因為當他說他會退的時候 因為也不確定說 他到底會不會履行承諾這樣子 大學生租屋有心得 不少人在臉書找房源 但有房東提醒 出租資訊太多誘因 反而得更小心 會減負的家具 超過我們一般家庭會用的 都會樣樣齊全 歸誘因裝潢漂亮 價格可能會 一般的行情再低一點 就有女大學生在臉書社團 看重房子跟房東聯繫 對方說先付定金 就可以先推掉其他租客 如果不滿意 當場退押金 女大學生不宜有他 會款一萬六 房東又說 計較或半年較有優惠 還傳身份證照片取信 讓女大生再度會款兩萬 最後約好的時間地點 房東卻遲遲未現身 女大生才驚覺是詐騙 經過再次的上網查詢 才發現說 同樣的輸租房屋的照片 竟然出現在 其他縣市的租屋貼文之中 因為他們是長期的 一定是先簽約 那一年為主 那簽約完再來付款 跟校方有配合的房東 分享經驗 通常是簽約後才收押金 從實體廣告到網路社團 學生租屋管道多 提高警覺才不會房子沒租著 荷包先瘦了一大圈 三例新聞廖國雄 會殺人家一保